奔赴葡萄酒独立上市计划再度暂停 单飞不忘了吗 嗨 我是Ivy 这里是金药财 一分钟了解财经热点 澳洲的葡萄酒行业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上周我们是讲了一家大型酒庄无人接盘的事情 而本周澳洲最大的葡萄酒公司 Trussian Wine副义集团表示说 有关旗下奔赴葡萄酒品牌分拆上市的工作是继续暂停 这说明了奔赴在澳洲所独立上市的时间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面界人士表示说 今年的葡萄采收季是近三年来最好的一年 然而在中澳关系紧张以及高额关税的牵制之下 富翼集团只能够让奔赴等系列的葡萄酒寻找一个新的出口市场 转战像是美国 韩国和日本等等其他的国家 那么富翼集团的策略能否成功呢 赶紧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吧